陳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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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陰福三十年 是第一次兩個人講到 而且是連續三晚兩個人講到 預備的時候才發現 一個人預備就好很多 兩個人預備就好似一塊牛仔布 一塊湧布 然後要做一件衣服出來 這個是困難的 但我很感恩的是 原來是另有一種不同的滋味 今晚的主題是 差 我自己感恩的是 當我信主的時間 我是經歷過一段非常幽暗的日子 不單止是中國大陸的裏面 是因為媽媽吊頸死 我偷渡出來的時候 繼續不斷惡夢前身 想不到的就是這些惡夢的經歷 反而成為我和我爸爸之間 一個很大的紅溝 偶然之間 兩兒子爺有了衝突之後 我就將以前一切的怨氣 發洩在他的身上 又發洩在我哥哥的身上 因為我哥哥是我爸爸的最疼的兒子 所以我就好看不過眼的 而帶來的結果呢 這個家就好像地獄一樣 我感恩的是神尋找了我 是讓我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機會 認識他 認識了他之後 我也都有機會來服侍他 我記得當我和我太太 一起去到美國那邊 進修神學的時候 神給我們去到一間教會 這間的教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就是Houston Chinese Church 這個特別的教會就是怎樣呢 他們本來的開始 就不是一開始就是教會的 他們開始的時候 是當地一間的華人教會 那間華人教會已經有幾十年 大部分是華僑來的 那有一些 是移民去到那邊的執事 就是因為他們在學校裡面 接觸到有很多台灣來的人 大陸來的人 他們很想向他們傳福音 所以這樣的緣故呢 就希望教會 能夠派一些的人 入到校園裡面 做福音教的工作 誰知道當時的專有牧師跟他們說 那個是蝕本生意來的 不要去 我們沒有人力去 你帶了他們來 來了之後 一畢業 他們就走了 所以 其實是白費心機的 你不要做這些 你不如做這邊的華僑 一個建築厲害嗎 他們有更多年了 一幫他的俱葬 他們心心感覺到 這個 是和他們裡面的負擔 iss�� 是相貝而此 他們是基於神 給他們這種 的呼召 所以他們毅然提出 我們會出來 結果他們出來 就在大學附近 借了一個西人的禮拜堂 成立了一間教會,是獨立的教會,就叫做侯斯頓中國教會,或者Houston中國教會。 當我去到那邊的時候,是牧者和你分享起源的時候,是讓我深深感覺到,這個教會的開始是有異象的,是有夢境的。 另一方面來說,我也深受他們當中,牧養過他們一點的人,來影響著我們。這些人包括於立功牧師,李菲吾牧師,鄭果牧師,甚至李寧生牧師。 而每一年的裡面,我們透過東令會,會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中信的鄭果牧師。另外呢,是當時華福的黃永信牧師。 而這一幫我牧者,帶到去教會裡面,就是鼓勵我們,教會要成為差存的教會。 如果教會不成為一個差存的教會,對我們的家,是會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如果教會不能夠成為一個差存的教會,是對我們的office,對我們認識的親朋戚友,會有負面的影響,不能夠正面建立他們。 對我們的社會有負面的影響,我們不能夠影響這個社會,反而是社會正在影響我們。 如果我們不是繼續不斷地實踐一個差存的意識的時候,甚至對整個國家都會有影響。 有一次我聽到一個猶太人,讀完神學,出來侍奉,聲勢力竭,在一個地方來講。 他要代表著以色列國,來認罪。 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沒有遵行耶和華的吩咐做差存。 我們只顧著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帶來的結果,就是雖然神是被他們1954年5月14日復國。 但一復國之後,他們成為一個孤島。 四方八面的人是圍著他們,來攻擊他們。 全球的人,大部分,是討厭他們。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令他們深深感覺到,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去到這個地步呢? 是因為我們自作熱。 他說我們是自作熱。 以至我們今天,是在整個世界裡面,是不受歡迎。 我們太自私,我們只想到我們自己, 什麼都自己認得厲害,是我的,我的,我的。 甚至傳風陰,都不會想到是給其他人。 講話或者恩典,都不會想到去講給外邦人。 對著周圍的巴勒斯坦人,都沒有想過用愛心來服侍他們。 是叫他們能夠跟他們一樣,去認識這位的耶和華神。 帶來的結果,是一個咒座。 我聽到的時候,對我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樣,當我讀神學的時候, 我未停止過服侍牧養教會。 我記得在Houston, 我們服侍了兩年, 一路開車,由Dallas, 五個半鐘頭車, 開到Houston, 來到去牧養,來到傳福音。 但是經過兩年的時間, 那個新的教會由五十人, 去到二百人之後, 我們就離開了Houston。 因為深深感覺到, 他們應該有一個全世界的牧者, 在他們的當中。 因為這樣, 後來, 他們就找了一個全世界的牧者。 而我們在Dallas的附近, 我們發覺Dallas有教會。 但是我們就在附近一個城市, 叫做Arlington, 連一間華人教會都沒有。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跟太太, 就只有一個勇志, 就去到那個地方, 來開始做傳福音的工作。 我也很感恩, 經過五年多的時間, 這個教會由我們兩個人開始, 我們發展到大概二百幾三百人, 我們就被警察, 回到香港, 來服侍。 在整個警察的過程當中, 我感恩的, 就是我們在那邊, 成立了兩年的, 這個Arlington華人教會。 第二, 三年的時間, 我們就拆了一位神學畢業生, 去到Denton, 來植了一個Denton教會。 然後去到第三年中, 我們又拆了另外一對夫婦, 神學畢業之後, 去到奧伯那個地方, 來建立了奧伯的華人教會。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在那邊, 成立了兩年的華人教會, 我們已經開始拆人出去, 來到建立教會。 當我回到香港, 來到事奉的時間, 我也都很感恩, 我回到來的時間, 才知道, 原來我不是只要牧養恩福堂。 恩福堂一成立的時間, 原來已經有三個兒子, 是過繼了給我們, 是倭福的兒子來的。 一個就是山福, 一個就是景福, 另外一個就是沙田的漢福, 我們要照顧他們三個, 直到他們獨立為止。 我都是為了過去的經歷, 來感恩。 但我深深感覺到, 最感恩的, 就是我們直接參與, 在這個猜和傳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智雪牧師, 和大家來分享一下, 他作為我們東九的一個子堂的牧者, 他被猜的時候一些的經歷。 智雪。 給我一點掌聲, 給我一點掌聲。 好, 導演姐妹,大家好。 牧師就是快湧布, 我就是牛仔布, 應該是。 好, 在這裡也和大家打個招呼, 特別是, 今天我知道有兩個子堂, 包括我自己的東九堂, 和馬鞍山堂的導演姐妹, 我都去問候他們, 遲些可能會更多不同的招呼腰彈, 因為有很多子堂在那裡。 在這裡我也講一點歷史, 我在恩福是十五年, 剛剛一半, 今天就是三十周年, 那十五年。 所以前那十五年, 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我是十五年之後, 我進來的時候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這裡, 我是很想來多謝一些, 就是早期, 她是猜出來第一批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都應該有部分人在這裡, 即是說太初有恩福的時候, 就有他們的。 這一批弟兄姊妹, 可不可以呢? 都舉一舉手啊? 是, 你們見到我吧? 你們見到就行了。 好,我們很多謝。 因為, 因為, 除了, 當然, 恩福不是, 純粹是他們的能力, 而是他們願意順服上帝, 上帝繼續來, 在他們身上, 包括松木師師師母他們, 在他們身上的一個恩典當中。 但是特別要, 就是, 多謝他們的, 是因為我很明白, 作為第一批差出去的弟兄姊妹, 他們, 在當中, 繼續來到去堅持, 在不同的困難的裏面, 繼續來到去, 讓這個教會來到去生長, 那種的難處。 我是很深深地來到去感受到, 今天, 恩福三十年, 他們,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 在當中。 當我出去直堂的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 就跟我說, 智船, 你的頭髮白了, 那當然啦, 不白了, 就是偷懶了, 是嗎? 那, 再久一點的時候, 突然節目又跟我說, 你的白頭髮少了, 那是不是偷懶了? 那當然不是啦, 我懷疑是掉了, 是, 那, 當我女兒, 來到家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哇, 你女兒好像來, 很感恩喔, 那跟著就說, 特別是你的頭髮, 好像你女兒, 那樣, 因為我女兒, 不太多頭髮, 所以我的頭髮也不太多, 不過呢, 他必興旺, 我必須微, 當然, 在這裡, 我特別來到, 就是, 向一班, 就是, 願意, 適合猜出去, 來到直殷福堂的頂姊妹, 來致敬, 適合上在你們的恩典, 繼續來承托著殷福堂的發展, 這個是一個, 神很重用大家, 當然, 繼續有大家在當中, 在教會裡面, 來到去服侍, 以致今天, 恩福能夠可以, 去到這個, 的階段, 今天, 我也想跟大家來, 去, 回顧一下, 昔日, 上帝給亚巴拉罕的使命, 其實這個是, 大使命的, 最原原本本的版本來的, 或者是最古老的版本來的, 這個就是, 千古不變, 一路以來, 無論以色列人, 無論教會, 無論今天我們, 都是來承接, 一個, 最原初最原初的大使命, 在那裏呢, 我想來跟大家去看看, 今天, 上帝, 透過這一個, 古老的大使命, 怎樣來去, 猜獻你, 猜獻我呢? 記得在, 7年前, 東九直堂的時候, 牧師也曾經, 分享過這一段的經文, 當時我自己呢, 最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 當牧師解釋, 神夫著亞巴拉罕去的時候, 他叫他去, 不只是離開, 即是, 本地本族附加這麼簡單, 而是, 為自己而去, 意思就是說, 神要亞巴拉罕去呢, 是要去建立亞巴拉罕他自己, 不只是去完成上帝的工作, 也是建立亞巴拉罕自己, 今年也是, 東九代入第八年的時候, 我特別呢, 也都, 很想用這段的經文, 來去加入, 在7年裏面, 在直堂裏面, 一些學習和體會, 再一次來去將這段的經文, 重新的, 再一次來去詮釋的, 如果你認識我的,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穩定的人, 什麼叫穩定呢? 就是, 我幼稚園, 就是讀過一間幼稚園, 讀過一間小學, 讀過一間中學, 大家都一樣, 讀過一間大專, 轉過一次校, 就是大專之後, 轉過一次工, 那就讀過一間神學院, 翻過一間教會, 翻了10年, 侍奉過一間教會, 就是恩福堂, 如果你有我吃飯, 我九成都會說我會去將軍堡的, 所以我是見證著將軍堡的歷史發展的, 我可以為他寫一個歷史出來的, 我自己的性格是一個很追求穩定, 是一個穩中求變, 以不變應萬變, 這個是我的本性, 還有我的座右銘, 今天也是, 所以你會知道我來到恩福堂的時候, 然後呢, 是很大很大的適應在當中, 最初呢, 我讀神學的時候, 原本呢, 我是要回武會來去侍奉的, 因為, 當時武會是欠缺了穩定的牧者, 來去模仰大英姊妹, 我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決定, 就是我回應上帝的枯罩來去讀神學的, 但是當畢業的時候, 武會已經有資深的牧者來帶領, 我也都有個人的原因, 所以我決定, 就不回武堂來去侍奉, 神就, 將我留在恩福, 因為當時我是在恩福堂來去實習的, 轉轉接接, 到今年, 就剛剛是十五年的時間, 在恩福時奉, 給我最大的學習, 也是一個很大的適應在當中, 因為呢, 過去我自己的武會呢, 是大約一百人, 還有是, 十年都是一百人的, 就是那類型的教會, 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 每個, 你都熟到不得了的, 熟到不得了的, 就是你不知道她, 她不出聲, 你都知道她在想什麼,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當我來到恩福堂的時候, 我就發覺, 嘩, 每次, 崇拜旁邊那個人都不同樣的, 是很頭痛的, 還有你是牧者嘛, 你不是帶領姐妹, 帶領姐妹呢, 你還可以縮起來, 假裝不知道, 但是你牧者這樣, 人家就有期望了嘛, 很不同, 去到教主學的時候, 這一班, 和下一班又不同, 教完這一季, 和下一季又不同, 每季都不同的人來報, 就是不同的主學, 但是最大的團契呢, 最大的適應是團契, 我想大家都, 如果你有翻恩福團契的話呢, 你都會很明白的, 就是因為, 每一個星期都有不同的新朋友, 和混合一些舊朋友, 一起出席, 我是分不到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舊的, 就是個個都是新的, 是不是? 因為他們出席還未穩定, 梅花間竹, 有時候就, ABC, 有時候就DEF, 所以呢, 當時一個最大的適應, 就是我經常記錯了那些新朋友的名字, 通常你知道, 就是你講錯人名字, 就是, 就是, 當然不是那麼記憶, 不過你講錯人名, 人家的臉就會有些不同的表情走出來的, 所以呢, 記得在頭兩年的侍奉, 我自己是, 是因為這方面的適應, 都有不少的壓力, 因為主耶穌說什麼? 牧人是會認得羊的聲音的, 是不是? 但是你記錯那個名字, 然後你就糟了, 我還是不是牧人來的呢? 我是不是賊來的呢? 之類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都懷疑自己, 我是不是適合做傳導人呢? 特別是你看到蘇牧師, 即是她是, 真是, 記得很多人的名字, 即是她, 她的腦袋是很厲害的, 即是她的RAM是很厲害的, 是不是? 所以我當見到蘇牧師, 即是她特別在那時候崇拜的時候, 蘇牧師是會很詳細地來分享 她的代討需要, 我很深刻的, 即是現在沒有時間了, 但當時是會的, 我是很深刻印象牧師是, 哇, 每個代討事項都好像是你親自去處理的那樣的, 是那種這樣的感受, 所以我是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這個適應的裡面, 其實我也有很大的掙扎, 但後來我就明白, 或者我漸漸的明白就是, 有時候她是會吩咐人, 吩咐我離開一個我自己本來很熟悉的環境, 很熟悉的人和很熟悉的事, 是有她特別的原因, 創世紀十二章一節, 就這樣說, 由我對於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本地是可以指導生活習慣, 文化, 本族是可以指導人物關係, 父家可以指導親情, 是感情的依靠, 由我不單叫亞伯蘭離開她的安舒區, 而是叫亞伯蘭離開她的安舒區, 過去是斬斷了, 所有她過去熟悉的東西全部離開了, 眨眼看來, 又或是說, 都好像不是很人道, 用現在的新聞, 就說超越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是吧? 是的, 不過, 當我們了解了亞伯蘭身處當時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麼, 亞伯蘭當時家鄉吾爾是一個很繁榮的大城市, 以及一個政治的中心來的, 考古學今天也會發現到,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神廟在當中, 當我們今天在大城市居住的人, 我們都會很明白, 當我們要在這麼大的城市,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一個機制底下來生存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很多東西是要統一, 就是你沒得各個不同, 你一定要效忠絕對的政權, 包括你的宗教都會是, 我們要有人脈, 我們才可以上到位, 是吧? 我們不能夠脫離了家族長輩的教導, 所有東西都是龍骨路的, 你都要控制住, 在一個這樣的大城市裡面, 除非你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而我說, 夫趙亞伯蘭跟從他, 其實是要他除去了他的障礙, 這些過去對亞伯蘭很重要, 在這個國家裡面來生存的那些東西, 現在看來是成為了亞伯蘭跟從亞伯, 即是耶和華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其實保羅都這麼說, 他說, 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 而當作是有損的, 不但如此, 我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不但如此, 我以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因為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自保, 我以為他丟棄萬事, 看作憤土, 為要贏得基督。 保羅的轉變, 不是說他上了耶穌之後, 就對錢沒有興趣, 而是說他發覺, 那些東西是因為, 會難了他去依靠上帝, 所以那些東西是變了奮土, 有那些東西, 反而令他難了認識上帝, 所以是不是這樣會變了奮土? 亞伯蘭一樣, 上帝說, 你一直在吾爾, 你有那麼多的本地本族附加, 作為你的影響, 依靠的時候, 你會難了他去認識上帝, 所以神吩咐亞伯蘭, 離開本地本族附加, 是為了讓亞伯蘭可以完全的, 依靠耶穌華。 對於我來說, 來到恩福的侍奉, 是代表著我要離開一個我成長了十年的地方, 我的舞會是基督教華富村朝人生命堂, 這個地方是一個無條件支持我讀神學的地方, 是一班我從初進去到成長都一起的弟兄姊妹, 是一些在教會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經歷一齊並肩作戰, 當時我在做執事的, 面對的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我每想起舞會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一種很大的虧欠在裡面, 這個是我的過去, 不過我都為舞會來感恩, 因為和我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 他們今天有很多, 都在不同崗位裡面服侍, 有傳導人,有呼音幹事, 有執事, 有音樂侍奉的人等等, 我為他們感恩, 也都為舞會的興旺來感恩, 來到恩福堂, 神給我看見牧者的角色, 是要在團契的裡面, 去帶領新朋友, 也都要服侍團契的家人, 向他們傳福音, 過去剛才講過的舞會, 新朋友是不多的, 所以自己對傳福音的意識都是比較弱的, 在恩福的服侍都開了我的眼界, 松木師是一個, 隨時都可以傳福音, 也是隨時會主動來傳福音, 大家聽他的講道, 或者他的見證,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版來的, 不單止是傳福音的意識, 就是恩福的牧羊給我們看到, 就是在團契裡面, 開一個EBS, 一個福音茶經小組, 即是說, 不是只是個人報導, 而是可以用一個福音班, 來繼續在不同的地方裡面, 來吸引人來信耶穌, 過去恩福不是那麼多的報導會, 但也可以這麼說, 每一個團契, 每一個星期都在開報導會, 這個是恩福, 很強很強, 也都每個的牧者在這裡, 我們很能夠擁有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神要我來到恩福堂, 是叫我看到自己的不足, 也是靠著神去擴闊自己的眼光, 我的性格今天仍然是這樣的, 我剛剛才去完將軍堡吃飯而已, 我仍然在新朋友的裡面, 都是有不自然的感覺, 也都是會忘記大家的名字, 所以就先說定, 是吧? 不過這一切都是令我更加謙卑, 更加知道我的侍奉, 是必須要去依靠上帝, 來繼續侍奉, 但弟兄姊妹, 對於你來說, 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又是代表什麼呢? 可能你在恩福, 就是成長, 你覺得神很大的恩典在你身上, 可能你在侍奉裡面, 你已經爐火純青了, 我有聽弟兄姊妹都說, 恩福, 做侍奉其實都不簡單的, 就是說, 有很多的訓練, 或者你有很多經驗來做侍奉, 但可能你慢慢就學習了, 由最初你去依靠上帝, 到你依靠不同的經驗, 技巧, 你去侍奉, 可能今天, 上帝也是藉著, 他對阿伯蘭的呼召, 要你再一次, 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去上帝要你, 重新起步的地方, 上帝不單止叫阿伯蘭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亦都說, 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離開是為了要依靠神, 去是為了要順復神, 耶穌說, 並沒有向阿伯蘭來指明他去哪裡, 他只是說, 我所指示你的地, 所以阿伯蘭在答應耶和華的時候, 他根本不知道他去哪裡, 這個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印象, 不過, 其實, 我所指示你的地, 那個原本的意思就是, 我所給你看見的地, That the land I show you,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阿伯蘭必須要跟著上帝, 他才知道那塊地在哪裡, 是不是? 如果不是說, 你都不知道, 不是我們今天這樣, 有Google Map, 是不是? 有電話, 沒有, 你要跟著上帝去, 才知道那塊地在哪裡, 在這裡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 東九堂為什麼叫東九堂? 因為是東九咯, 搭了等於沒有搭, 為什麼不叫觀堂堂呢? 為什麼不叫鱷魚堂呢? 或者是鱷魚室中心? 是的, 可能遲些叫鱷魚堂呢? 不是因為這些名字, 不適合聽, 是因為當時去東九直堂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地址在哪裡, 老實說, 老老實實說, 你如果說觀堂堂, 萬一在觀堂找不到地方, 那你怎麼辦? 是不是? 當時我們就說, 恩福在西九, 所以我們就要去東九, 去東九, 一路去的時候, 上帝就會告訴我們, 那個地方在哪裡, 我們有黃大仙開始找的, 告訴你, 你試試走走走走走去觀堂吧, 我們一班人, 一邊找, 一邊找地產, 一邊找, 一邊找, 但是,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為什麼先不穩定呢? 是不是? 今天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一個更加好, 更加周長的計劃, 但是我發覺, 看回頭, 上帝就是這樣, 要我跟著他們去, 跟著上帝去,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地方的需要, 上帝不只是擺一個教會, 在一個很狹窄的地方, 上帝要我們首先去到這一片的地方裡面, 來到去看看那裡的需要, 然後我們就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 然後你就繼續來到在那裡, 來到去服侍, 這個也是昔日, 上帝叫阿伯蘭, 離開本地, 本土富家, 往我指示你的地方, 他沒有說哪裡, 因為, 他一說哪裡, 可能已經有捷徑, 就去了那裡, 你就不會留意身邊的東西, 但是, 當上帝沒有說去哪裡, 只是說, 我要指示你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一路一路, 你會張開眼睛, 你看清楚哪裡才是呢? 這個是上帝要我們繼續去信服他, 倚靠他的意思, 雖然我們不知道, 那個堂子在哪裡, 也不知道服侍的對象是什麼, 因為社區裡面實在太多, 有需要的人要去服侍, 但是, 做在直堂之先, 我們就已經, 認定了一個直堂的目的, 就是要去服侍社區, 無論是哪個社區, 只要上帝放在我們那裡, 我們就要去服侍社區, 這個是我們的信念, 這個信念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神要去賜福給恩福堂, 他的福氣, 必定不會只限恩福中心, 大家說是不是? 上帝要賜福恩福堂, 他的福氣, 不一定只限於你入到禮恩福中心, 才得到上帝的福氣, 這個是我們的信念。 所以, 接著的經文就說, 它說, 耶和華對阿伯蘭說,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使你的名為大, 你要使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他, 就在你的, 我必就在他, 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耶和華, 他說, 呼召阿伯蘭離開, 去, 為了是使他成為大國, 又要賜福給他, 使他的名為大。 這些都是, 阿伯蘭個人個人而設的東西, 不過, 耶和華的應許, 並不是指於此。 實不單止要祝福阿伯蘭, 這個人, 他更加要阿伯蘭成為別人的祝福。 使別人得福, 直接的譯法就是, 成為一個祝福。 阿伯蘭本身就要成為一個祝福, 即是誰能夠接觸到阿伯蘭, 他都能夠得福。 誰能夠在阿伯蘭的身上得到他的幫助, 或者之類, 他都會成為一個福器, 以至萬族都會因阿伯蘭來得福。 祝福這個詞, 在第二、第三節裏面, 如果大家數一下, 你會看到, 很容易看到, 有五次那麼多。 而這個詞, 在創世紀一至十一章, 都只是出現過五次。 所以你會發覺, 是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裡為什麼出現五次那麼多? 代表神是要透過阿伯蘭去恢復創世的時候, 對世界的祝福。 一至十一章告訴我們, 罪一路一路去蓋過上帝的祝福。 但是在十二章開始, 神說我要透過阿伯蘭這個國家, 再一次把祝福還原。 阿伯蘭是要背負一個很大, 很沉重, 很大的使命。 可能在這裡你會想, 嘩, 很誇張啊。 特別如果你看聖經, 你知道當時阿伯蘭幾歲啊? 七十五歲啊, 大哥。 即是回長青, 團契的了。 即是不是你們, 今天講錯了。 太太、薩奶, 又不能生。 有沒有搞錯啊? 老實講, 如果有個阿公阿婆, 在家裡接到這樣的電話, 你就會說他是什麼? 當然是騙案來的, 這些。 擺明是電騙, 還要找你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是不是? 不過, 在耶和華對阿伯蘭的應許裡面, 除了五次祝福, 也有五次我必。 我是指耶和華自己。 包括,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我必使你的名為大, 我必賜福給他。 以及我必就助他。 這個應許和使命, 完全不在乎阿伯蘭的能力, 完全是出於耶和華自己。 阿伯蘭只是一個祝福的媒介來的而已。 所以, 他只需要表示, 願意, 還是不願意。 是不在乎他的能力。 今天, 耶和華對阿伯蘭的應許, 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 《出埃及記》的十九章, 四至到第六節。 是的, 是應該有一個powerpoint的。 好, 是的, 沒錯, 我們一起讀。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們都看見了, 我愈如… 但你們來歸我。 如今, 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藥,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 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為聖神聖的國民。 這寫話, 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這裏, 是提到以色列人要作耶和華的子民, 作祭司的國度, 和做神聖的國民。 這段的經文, 在新約的比特前書二章九節, 那裏呢, 比特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起去讀這段的經文。 是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叫你們宣揚,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舊約神呼召意識的人, 在新約神同樣的呼召教會, 去成為祭司的國度, 去實踐這個使命。 祭司是做些什麼呢? 不只是在教會裡面, 去負責禮儀。 祭司是叫人和上帝和好, 這是最重要的, 也是他們才會做的一個職責。 這個使命, 不是給亚伯蘭, 也不是給以色列人, 而是屬於今天我們新約每一個信徒。 所以在這裡, 弟兄姊妹, 如果神是要賜福給殷福堂, 不是只是為了殷福堂, 而是要殷福堂成為一個祝福, 去祝福萬國。 同樣, 今天, 殷福堂是什麼? 殷福堂就是我們。 殷福堂就是每一個在這裡聚會你們, 弟兄姊妹。 所以, 如果神要你在殷福來接受, 即是殷典來成長, 生命得到更新和改變, 不是只是為了你, 而是你, 亦都成為一個祝福, 去祝福萬國。 弟兄姊妹, 如果昔日, 神可以呼召一個75歲的老人家, 和一個, 即是, 沒得生的老太婆, 去成為一個祝福。 今天, 你會不會還認為自己, 不能夠成為一個祝福呢? 問題, 完全不是你有沒有能力。 問題是, 你願不願意來回應上帝的呼召呢? 在這裡, 我有一點點總結。 第一方面, 神為何來呼召我們呢? 第一方面, 是為了要同工來成長, 為了要長執來成長, 為了要信徒來成長, 為天國來去儲備人才。 第二, 神要呼召我們, 亦都是為我們自己, 但是, 我們也要祝福人。 祝福人, 就是等於祝福自己。 施比壽更為有福, 這是耶穌的教導。 亦都是為了滿足神的心意, 完成神, 交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接下來, 松木師會繼續教導我們, 如何將祝福更加傳出去, 透過什麼方法呢? 以及究竟那個果效又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將時間交給松木師。 好感恩, 智全牧師和東九一班的鼎姊姊妹, 去了那邊, 幾年裡面, 是看著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成長。 有些鼎姊姊妹, 我想在恩福來講, 可能等多十年, 他們都沒什麼機會出來做一些, 執事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們去到那邊的時間, 三、四年, 已經開始上到來, 來到做堂位, 然後跟著做一些帶領的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就是因為, 在那個地方, 屬中無大將, 所以廖化就做了先鋒, 但是做了先鋒之後, 就越來越厲害。 所以我們見到他們的成長, 每次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以前我帶開那些組, 就是好幾個啦, 看著他們來到的時候, 抱著那些小孩來, 因為我看著他們是Single的嘛, 那時候, 然後去到那邊的時候, 才適合結婚的, 有些都是。 但是呢, 那些時間呢, 他們已經在做堂位, 特別是有一個在幫他們起堂, 還沒信的, 有沒有人知道誰? 是一個工程師呀, 是每一斤釘都計過, 鋼筋都計過, 水泥都計過, 以至到成座的東西, 是沒有超標, 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副寵, 這一位的工程師, 他是來這裡幫手建築的時候順住的, 而順得住之後, 我們這個水池第一次來使用呢, 他就是第一批在這個地方受浸的, 一個的姐妹, 然後當他在活水成長了幾年之後, 他竟然是願意, 和志全牧師一起的猜出去, 在那邊, 來幫忙侍奉, 而去到那邊之後, 他不單止做了堂位, 甚至後來做了恩福的執事, 這個就是Anna, 有沒有人認識Anna的, 可不可以舉手啊? 很多不同的電影節目, 她們認識的, 你不認識她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來這個地盤, 看過她怎樣去指揮那方面的東西, 你來過地盤, 你一定認識她的, 即是那時候有個肥妹仔, 現在也是的, 非常好, 即是, 我為她來都感恩, Anna在哪裏啊? 我想問一問, 有沒有來啊? Anna在這裏啊, 起一起身啊, Anna, 隨一隨給大家看看Anna, 是, 我們很感恩, 給大一點掌聲給她, 是嗎? 即是我很感恩, 她跟著王柏林的那個團隊, 來到這個當中, 她就是負責那些計過, 度過, 度過, 度每一寸, 度每一根的東西, 來起這一座, 以至到沒有一樣東西會超標的, 就是她, 我為她來感恩, 考牌都好像因為這一座東西, 是不是? 我想好幾個, 即是考牌在這座東西那裏考的, 我為他們來感恩, 那麼去到那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見, 東九開始了, 馬山開始了, 其實他們最重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恩福, 我們開始的時候一樣, 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差傳, 鄧姊姊妹, 當我們整個恩福堂建立得越來越完整的時候, 我們發覺我們很容易忘本, 我們不記得了我們怎樣開始的, 我告訴大家, 恩福堂的開始, 我們是沒有標定的, 我們是沒有地方聚會的, 我們的地方呢, 是一個禮拜, 只是禮拜日可以用它, 租它, 借它, 不是租, 是借, 是免費借的, 是方方小學, 那裏來到聚會, 但我很感恩的, 就是當我們回到來的時間, 我們去的是跟借福共用一個地方, 初初回來的時候, 何文田街, 32號, 2樓, 那那個地方1,400呎, 本來就是全部人住, 然後那個廳要來聚會的, 後來住沒得住了, 就搬了出來住, 然後就全部那些睡房, 就變成辦公室, 那辦公室都不夠, 因為兩邊加起來, 是相當多人, 那最後就是廁所門口, 又擺一張桌子, 廚房又擺一張桌子, 那些是辦公, 然後那些睡房, 那些睡房, 就兩個同工, 一人擺一張書桌, 在一個地方, 然後, 當那個廳在那裡聚會, 分組的時間, 全部的地方都要用來分組, 所以那些人, 就不可以辦公的, 那個時間, 全部要走的, 我因為見到當時的, 處境是這樣的, 我們要聚會都沒有地方, 那怎麼搞呢? 我們就需要將我們的工場, 搬到每一個人的家裏面, 他們的辦公室裏面, 他們的學校裏面, 他們甚至, 政府合處, 我差不多一個禮拜都要去一次, 是因為有些公務員在一個地方, 他們開了組, 我就是去的地方, 有些就在一個大學的地方, 有些就在一個保險公司的地方, 我就是去到這個地方做什麼? 就是每個禮拜跟他們開組, 我很感恩, 就是當每個禮拜跟他們開組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些的弟兄姊妹, 由不信, 開始去到信, 看著一條保險公司的那個team, 那條team, 整個team, 全部缺制, 整個team, 一起查經, 一針見血, 價值觀重整, 新生命生活, 查完所有的時候, 整個team, 一起受洗, 在秋創那裏, 一起受洗, 六個人一起受洗, 我們為他們有感恩, 然後醫生組也是這樣, 在他們的醫務所我們開, 然後有些在大學的, 就是他們自己開組, 我一個月去一去, 然後就為他們解答他們的問題, 有需要的時候, 就跟他們做一個缺制的討告, 有些在中學那裏做, 所以我那個時間, 我經常不斷做這些事情, 有些就去到人的家, 好幾家的家, 我想不到, 這些的家, 不單止成為當事這些人的祝福, 而他們的祝福本身, 一直到現在為止, 未停過的, 我在幾個禮拜前, 再一次跟他們在一起, 但這班人, 有些留在窩福, 有些在恩福, 所以我都為他們感恩, 但到現在為止, 不停地, 繼續不斷, 還在聚會當中, 有一個做了官, 他們的家序, 一個月一次的家序, 在一個官底裡開組, 那就請我們去, 所以我們為了他們, 來感恩,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原來, 建立感情, 建立得最好的時間, 我的經歷, 就是在家的裏面, 有很多在我的家, 有很多在他們的家, 是一家一家, 來抉制那些, 原來幾十年, 都沒有改變到, 他們的感情, 仍然在這裏, 現在我就很想, 給大家來看看, 這種生活方式的猜傳, 小行傳第八章, 四到八節, 大家找到的時候, 我們一齊來讀這一段的聖經, 一齊讀,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傳道, 肥利下山馬里亞城去, 宣講基督, 眾人聽見了, 又看見肥利所行的神跡, 就同心合意地聽從他的話, 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著, 有些鬼大聲呼叫, 從他們身上出來, 或有許多癱瘓的, 徐腿的, 都得了醫治, 在那一城裡, 就大有歡喜。 我很感恩, 當教會有需要的時候, 當有些人的心, 無論你用什麼理性的方法, 他都沒有辦法打得開的時候, 神有事是會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 去令到一些光硬的心, 都會軟化下來。 其實我就是其中一個, 光硬的心, 但神就在我最光硬的地方, 一針見血, 是用一個對證下藥的見證, 是讓我對那個苦難的問題, 就是這樣解開。 在我們過去的裡面, 就好像使律行傳這一班的門徒一樣, 仕途沒有在裡面的, 全部都是那些平信徒來, 但是這一班的平信徒, 分散去到各處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是被迫白, 是走爛, 是去到這些地方。 但是他們走爛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有一個執事, 他的名字叫肥利, 就去到薩瑪利的地方, 宣講基督, 眾人聽見了, 又看見他所行的神跡。 頂姊妹, 你信不信, 在今天, 還有神跡? 有幾天信的, 可不可以舉手? 我們感謝神。 但是當你繼續信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你的器皿越多, 神給的恩典, 就越多。 你承載的器皿越小, 神的恩典, 就越小。 往往就是這樣的, 那些暴街音傳起信的人, 越是這樣來得去的時候, 他們經歷的神跡歧視, 就是越多。 在過去的裏面, 我真的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神跡, 出現在我們當中。 或者我講過去, 你可能覺得太遠了。 我就講回過幾禮拜前, 這個禮拜六, 我見到一個弟兄, 22年前, 我帶了一個信主, 他的名字叫做羅玉龍, 是一成和五抗的弟兄。 22年前缺制, 但是, 前個禮拜六, 他還未受洗。 22年都未受洗, 但是未停過回來教會。 在我的紀錄裏面, 這個叫做破了紀錄的了。 一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他還未受洗呢? 因為他本來是一個老闆來的, 但是因為破產, 很慘, 不單止破產, 太太離開他。 不單止離開他, 他後來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來做。 但是做到的時候, 連一份都沒有了, 真的很慘。 然後, 去年, 六月, 她的女兒患了乳男。 七月, 媽媽患了 Pancreas, 胰臟癌。 八月, 她自己患了喉癌。 要將一邊的喉, 割了。 前個禮拜, 醫生告訴他, 他有復發的跡象, 而且很嚴重。 和他同期四個喉癌的病人, 有三個已經離世。 他們沒有做到手術。 前個禮拜六, 我和他談的時候, 他跟我說, 禮拜一要見醫生, 來去檢查。 然後安排排期, 來做手術。 那段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要趕著聚會, 我跟他說, 阿龍, 你的生命, 不是掌握在醫生的手, 是在你的手。 第二, 喜樂的心, 就是良藥。 第三, 我求是變相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他, 堅定去信主。 我就說, 那段時間我不是很久, 但我想約他來, 我要和他祈禱。 那他答應了。 那我就找了Billy, 來約他, 約了第二天, 星期日, 在我的辦公室, 和他祈禱。 我也很感恩, 當你為他討告的時候, 他一來到, Lenard見到他, 原來他也是Lenard的組, 他參加了兩個團契, 一個是一成, 一個是抗力。 他說, 我也來了。 他就來了。 那我們就一切為他討告。 禮拜一, 就見到醫生, 做了那些撤片, 就是抽了組織出來, 等待結果。 去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收到Billy, 一個Whatsapp, 令到我們很驚訝。 那個Whatsapp告訴我們, 阿龍傳出來的消息。 醫生告訴他, 癌細胞沒有了。 完全不見了。 他自己都說, 有沒有看錯呢? 因為那個不是主診醫生。 但是那個, 從頭到尾看完的報告。 是啊, 真的找不到。 我們本來是上個禮拜一, 不是前晚, 是上個禮拜一幫個水禮。 但是後來, 因為安排得太急了, 通知不到人。 所以到禮拜四, 我們收到這樣的消息之後, 就退遲了個禮拜一。 當然, 我們退遲一個禮拜一, 來做水禮。 退遲了。 禮拜四, 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立刻跟他講。 我說, 阿龍, 神是一個特別的神職, 來幫你打起。 你現在要做的, 是有那麼多人, 得那麼多人, 全部你認識的人, 請他們來, 你講見證。 我會分享福音, 讓他們聽福音。 我們就為你, 進行水禮, 然後做住餐禮。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職歧視, 是可以繼續不斷發生的。 我今天求的, 就是你們那個的意象不好停, 你的熱情不好停, 當你繼續不斷這樣去的時候, 你的經歷都會越多。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小行善第八章, 四到八節。 這裏的生活方式, 是有兩樣的。 第一個呢, 是福利。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要想著, 我們跟人們傳福音的時候, 一開口就是說, 如果你死了, 你有沒有把握, 去天堂吧。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一開口就是這樣的時間, 他用掃把拍你, 是很正常的。 他叫你以後都不要找他, 是很正常的。 我們今天必須要活躍。 一個人要聽福音, 如果他看不到在你的生活的上面, 你的生命的上面, 是對他的生活, 是關心, 是有愛, 是支持, 是鼓勵, 他沒有興趣聽福音的。 施力行傳, 在這個地方, 給我們看一見, 就是師徒去到這些地方, 門徒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他是透過趕鬼呢, 透過醫病呢, 徐腿的, 患病的, 癱瘓的, 然後跟著, 第八節, 我們一起再讀, 第八節, 一起讀, 在那城裡, 就大有歡喜。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這個城裡, 是因為這幫門徒的存在, 他們是大有歡喜的。 我們今天的恩福, 我們需要的, 就是周圍的餐館, 老闆也好, 侍應也好, 見到恩福人, 是大有歡喜的。 我告訴大家, 如果他們大有歡喜的時候, 你叫他們不信, 是很難的。 在過去的裏面, 無論是永輝, 李伯, 秋創, 蘭姐, 加上老闆, 他太太, 去到羅氏, 去到今天。 我告訴大家, 我們過去裏面, 是繼續不斷大那些的, 護衛員, 看耕, 來到信主。 而他們信主的時間, 不單是一團契成長, 當他們有需要, 病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一大堆的人, 去到服侍他們。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樓下的行業, 每日在服侍他們。 我希望大家能夠記得, 他們都是我們服侍的對象。 關心他們, 愛他們, 問候他們, 欣賞他們, 欣賞他們。 我告訴大家, 他們的心, 就容易融化。 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有的一個態度。 去到你的大廈, 那些為我們看, 我們的大廈的, 那些護衛員, 你多些問候他們, 關心他們, 這些就是你的福音的果子。 鼎姊妹, 在這段聖經裡面, 他給我們看見, 第一樣要去的是福利, 然後第二去, 不只是福利, 只是提供福利, 是無法生火相傳的。 福音斷纜, 這樣呢, 神又得不到榮耀, 我們必須有福利, 跟著要有福音。 這種的生活方式, 一定要建立。 第二種的生活方式, 我們必須要建立的, 就不要只是要人來聽福音, 是我們都要去, 讓他們聽到福音。 我們一起讀兩段的聖經。 先行傳五章四十二節, 一起讀。 他們就每日在殿裡, 在家裡, 不注地教訓人, 傳耶穌然後先行傳二十章二十節, 一起來。 你們也知道, 凡於你們有益的, 我沒有一樣被毀不恕的, 或在眾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裡, 我都教導你們。 我自己本身, 是深受保羅這種神學, 深受試圖這些神學, 影響著我。 我很感恩, 神是透過各種的逆境, 可能要將我們分散。 自從, 牛頭角大火之後, 是迷你創的大火之後, 整個香港公貿的用途, 收得很緊。 現在收緊的結果呢? 原來影響不只是迷你創。 不只是那些人多的地方。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東西都已經取提了。 影響更大。 數以百計的教會, 是在公貿大廈裡面。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被迫要遷離。 但是遷離了之後, 談何容易去找一個地方聚集。 因為租金貴得驚人。 你要去到一個可以明正言順聚集的地方, 租金是非常貴的。 最近有幾個同工, 以前我認識的, 跟我說, 他說, 宋牧師, 請你為我們祈禱。 我們現在的教會呢, 是打散。 分了成十幾個不同的宋。 每一個宋, 就在家裡, 來到聚會。 他就需要輪流, 去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來到聚會。 原因, 還未找到租金比較便宜, 又可以讓他們這麼多人一起聚集的地方。 各位七岳的弟兄姊妹, 我當時就跟她說, 恩福的開始, 其實就是這樣開始。 但另一方面, 如果他們有需要, 或者可以跟他們談談。 即是用一些, 不是一個, 最熱門的聚會的時間, 用那些的時間, 來聚集。 你們看看行不行。 如果行不行, 我們盡量去想辦法。 各位七岳的弟兄姊妹, 在現在的香港, 我們更加需要小組化。 這個小組化, 是去到每一個家裡邊, 去到我們的辦公室裡邊, 去到那些遮打花園、 中環那些地方, 甚至在喝咖啡的地方。 你只要那個地方能夠坐得下, 然後你可以在一個地方, 沒有人趕你走的, 你拿一杯咖啡, 就可以一個小時在那裡了。 你就可以開組。 今天, 我們是需要進入到職場。 這個職場, 中環兩個地方, 我們有小組的, 是生命相交的小組, 喝咖啡, 然後鼻子代土的小組, 睜大眼來祈禱, 不要緊要的。 觀塘有, 西葛龍有, 尖沙咀有, 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金鐘也都有。 我們每一區, 如果都有職場這樣的小組的時候,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商交生活, 是不會受我們加班的影響。 鄧兄姊妹, 晚上回不來, 不緊要的。 他回來已經八點多, 不緊要的。 每個星期, 就在他那一區, 我們有一些, 生命相交的小組, 建立起來。 各位兄姊妹, 我們需要隨時要想, 教會無處不在, 這些的哲學。 另一方面, 在我們的家, 都是一樣。 家裏面也好, 一起聚集也好, 我們要隨時隨地, 來做這些的事情。 接下來,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一個, 結果累累的教會呢? 除非, 我們真是成為一種, 叫做, 全民戒兵。 先向傳八章第一節。 八章第一節。 大家找到, 我們一起讀。 從這一起, 耶路撒冷教會大躁逼白, 除了司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 和撒馬尼亞各處。 好了, 第四節, 我們一起讀。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 再讀一次, 第四節。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 再讀一次, 第四節。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 頂姐妹, 眾心長, 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現在香港的形勢。 。 我不知道對今天, 我們年輕的一代, 你的感覺如何? 我是極之極之擔心, 我們的下一代。 在一個生活的困境, 大學畢業, 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住的地方。 要結婚, 都不敢。 因為擔心, 找不到住的地方。 出爐, 人海茫茫。 初初出來, 萬幾二萬元, 以為很多。 原來出爐的時候, 你要找一個住的地方, 你的身水差不多一半就去了。 剩下下來, 生活很困難。 我亦都沒有辦法能夠想到, 最低工資, 最高的工資。 你定也好, 不定也好。 但是今天的加班, 是家常變化。 很多人完全沒有了, 生活的質素。 而帶來的結果呢, 就是怨氣。 今天我們的下一代, 是非常多怨氣。 所以站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就繼續不斷寫信, 遊說, 政府。 有哪些可以做, 你就做。 雖然有些事情, 他們覺得好像容易上天海。 我們在填海前, 填不到那麼多。 找地, 找不到那麼多。 有沒有考慮到, 我們有很多的高速公路啊? 其實很浪費的。 你就在那些高速公路, 近處海邊那些地方, 現在香港的建築, 根本隨時做得到的。 駕空, 找空中花園, 建它十幾二十層, 就在那些高速公路, 周圍, 海景一流的地方。 你就在上面, 中間就整幾個椅子, 兩邊整椅子, 整到上去的時候, 托上去, 好像欣福一樣。 你知不知道我們四樓以上, 全部都是用一個橫樑啊。 是六米深, 三米闊的橫樑。 是架起十幾層樓, 在上面。 你們知不知道? 不是靠這個地基的, 是靠那個橫樑啊。 Anna在那裡, 我想她最好了。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完全創新的設計。 我相信今天, 香港的建築技術, 是絕對做到。 我跟她做到這件事。 我說呢, 為什麼不去考慮? 你不用錢的, 你給那些建築商, 你開了綠燈給他們起, 它自動會起到, 好像隔離四小龍那些的柱, 幾十米高, 一樣可以。 第二, 為什麼不考慮一下? 中地講用呢? 港人中地, 什麼叫港人中地? 大陸買了這些地, 越近香港就越好。 買了之後, 這個叫做香港人特區。 我寫信去, 我跟他們談, 香港人的特區, 另外, 甚至填海, 香港真的不用錢的, 我相信。 你給那些人, 你填多少, 這個就是你的了, 你就可以賣地。 我相信, 一定有勇夫在這裏。 你只要畫了那些地方, 給人去填, 自動, 已經有人填得到。 香港的弟兄姊妹, 但是今天, 更加需要, 就是你和我的passion。 我鼓勵我們, 因為我自己做過教書, 我教中學的時候, 三年裡面, 我帶了超過一百個學生, 信你耶穌。 靠什麼? 跟他們打一球先。 跟他們玩樂器, 帶他們做一個orchestra。 然後跟著呢, 久不久, 跟他們縮營, 甚至我的心路, 開房。 給他們禮拜六, 男生, 去我心路的地方, 來到住, 打地鋪。 我建立了, 和學生一個很深的感情。 我很感恩, 透過幾年的時間, 有超過一百人, 是信你耶穌。 而竟然有好幾個, 是來了我們教會。 甚至今天, 韋強在哪裡? 韋強起床, 這個是我的學生來的。 我呼籲, 我們的當眾, 如果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想一想, 我當作十母。 我們今天一個很缺的缺患。 大學畢業, 不好停, 讀完神學。 起碼MABS兩年。 讀完之後, 帶著的使命, 做教師。 做小學教師。 做中學教師。 做大學的講師。 不過大學影響力很有限。 我告訴你, 沒有人聽你的。 校長也沒有人聽。 最多人聽的是小學。 其次多人聽的是中學。 初中, 高中也少了很多。 你是有這麼早, 得這麼早。 是用神的愛, 去impact 那些學生。 當你肯這麼做。 今天沒有老師肯這麼做。 你肯這麼做的話, 我絕對相信。 你試一下。 我每個, 每人, 我有機會, 我給他補課。 OK? 我跟他補課。 第二, 我跟他玩。 教他不同的人生, 哲理, 玩。 跟著, 當熟了的時候, 全夫人跟他查經。 你會見到他們的精英, 就在這群的學生當中, 會出來。 第二個passion, 唐校時工。 我見過YMCA的校董, 我也都見過武光的校董, 校長, 跟我們聊到堂後的合作, 我說得很清楚。 教長, 我們今天來呢, 我的焦點, 不是你們的禮堂。 我們不是為了, 用你的禮堂, 來和你們聊到堂校的合作。 我們來到, 是為了服侍你們的學生。 服侍你們的老師。 服侍你們的家長。 我們希望有機會, 和你們的學生補課。 我們有機會, 和他們做一個生命之旅, 相交。 我們有機會, 陪伴他們的家長。 來講講怎樣, 鏟除兩代之間, 那個紅球。 以至到, 這個子女越來越乖。 因為, 父母子女的關係越來越好。 我們來到, 亦都希望, 能夠帶一個健康的, 積極的, 正面的人生觀, 價值觀, 給你們。 讓你們的家, 讓你們, 能夠享受, 這種和睦的關係。 我們和學生都是一樣。 而這種價值觀, 我們會用聖經的價值觀, 活出來, 來和他們相處。 我很感恩。 另一方面, 我們為他們設立獎學金。 每年, 每一級, 兩個獎學金。 成績的優異, 和最大的進步獎。 給他們獎學金。 另一方面, 我們為他們的校舍, 每年, 大掃取。 來有灰水, 各方面的東西。 減輕他們。 另一方面, 他們的音響有問題, 我們幫他們, 就開始了。 我希望大家, 明天, 你們好好的討告。 我們有第三間學校, 在元朗。 校長未相信, 但是主動生氣我們, 來談一談, 唐校合作。 而和我一起去的, 就是何偉強牧師。 何牧師, 我們一起為你討告, 也都為我討告。 我們要談到, 同校的合作。 我希望大家, 討告的裏面, 能夠讓這個學校, 真是可以, 完完全全的開放。 是讓我們, 服侍他們的學生, 服侍他們的家長, 服侍他們的老師, 然後和他們一起, 來建立一個品牌。 是品格方面的品牌, 一間這樣的學校。 請姊妹, 你預備好未呢? 你預備好未呢? 真正, 猜傳, 教會, 和我們要建立這樣的猜傳, 教會, 我們要重視的。 我看看有沒有好張power point, 打出來給我們看看。 是, 第一, 是要重視being, 不是重視doing。 關係遠勝過你做什麼。 這是最重要的。 關係遠勝過你做什麼。 co-worker比co-worker更加需要。 不只是同工 更需要同合 所以说这么一个缘故 第二 我们是用工作来建立工人 不是利用工人做工具 去建立工作 第三 我们先立基 我们先可以纳人 而不是只是纳人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被建立 我们没有力来做 第四 我们训练 就为了生命的建立 而不是为了表现 或者技巧 第五猜传的目标 首先是建立本堂 然后才建立工厂的需要 而不是只是为了工厂 来交差 各位鼎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猜传的策略 猜传 原来神是要先建立我们自己 不是为了建立别人 如果我们有这种 这样的 passion 热情在我们的里面 我最终相信 神会首先建立你的家 成为一个温庆 幸福的家 成为使别人 得福的家 好像阿伯拉开人 第二 是透过你的家的建立 建立你的家族的圈子 姨妈姑爹 各个家都是一样 我为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她能够在她的家族当中 任何家人有什么需要 都是找他们 我为这些弟兄姊妹鼓掌 感恩 这个正正就是印证了 他们有神的印念 以至到其他的亲属都见得到 这个很重要 我们请大家低头 我们做个吐告 在我们吐告的时候 我想问问在座中 有几多人 你会带着的使命 你都很想奉献你自己 预备自己 装备自己 来到将来做教书 教籍 教小学 教中学的工作 好吗 请你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顶姊妹 我们见到 还有没有 第二件事 有几多的人 你真的愿意在这个家的里面 你都愿意承担 这个建政的工作 向他们来说 神在你身上的印点 希望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请你举手 我们感谢神 第三个方面 我们有东九的需要 我们有马鞍山的需要 我们同样有元朗的需要 未来唐校的事工 我们不单止有补 我们有可能会踢演 我们有可能会种菜 有可能会有一些 烹饪 也都有可能 有一些手工 各种不同的一些东西 目的就是建立和学生的感情 以至我们可以同他传福音 有几多你都愿意考虑 成为这几个地方的学校的义工人 我请你举手 举高点 有几多 我们感谢神 我愿望 未来几天后晚陪连会 都能够继续打动我们的心 天父 你看到我们的手 你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愿望我们整个教会 是成为一个差存的教会 无恐不入的教会 以至到各地的人 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听到福音的好处 和尝到我们手所思 我们的爱 我们的福事 带给他们的祝福 求你恩待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靠 阿们 请不吝点赞